欢迎来到第一期的学个毛和声 我打算用这套教程来稍微普及一下德国的功能和声体系 和我们现在普遍学的四波索兵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 第一步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做功能 功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一个和弦在一个调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那功能有什么用呢 我们会发现因完全相同的和弦会在不同的调里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同样是软声发拉三个音在这里 给人就是一种稳稳当当痛快明亮而且在家里的感觉 而和他一模一样的软声发拉三个音在这个调里 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首先他不再有那种在家里面的稳定的那种感觉 其次他也不再那么明亮痛快 而是有一种黑暗然后往下坠的感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完全不一样的音 却可以在不同的调里面扮演完全一样的角色 给人同样的感觉 比如说 和 如果我们从音高上来看 他们完全不一样 没有一个重合音 一个是软声发拉 一个是降咪梳降西 但是他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种在家里一样的非常稳定的 非常痛快的感觉 所以我们需要功能和声来帮助我们 把在某个调中有同样角色的和弦 给人同样感觉的和弦 归为一类 给予同样的名字 给在某一个调里面角色不同 给我们的感觉不同的和弦 赋予不同的名字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功能叫做主 是站在一个调的一级上面的三和弦 德语叫做tonica 缩写就是t 在一个大调里面 一级音上三和弦是一个大三和弦 所以t也是大写的 而在小调里面一级音上的和弦 是一个小三和弦 我们也就用小写t 主功能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 在家里稳当 大稳迎 原点的感觉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一个调一级上的三和弦 是不是正式定义这个调的三和弦 比如说c大调里一级三和弦 就是一个c大调三和弦 那我在c大调里落在了c大调三和弦上 我当然会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功能 叫做鼠 是站在一个调五级上面的大三和弦 德语叫做dominant 缩写是d 注意我们刚才说过定义是在第五级上面的大三和弦 也就是说无论在大调里面 还是在小调里面 主功能永远是大三和弦 所以d也永远是大弦 那鼠功能对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们刚才可能已经体会到了 首先有一种比主功能更紧张的感觉 另外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因为它不在家里 它在外面 那么紧张就想要放松 在外面就想要回家 所以鼠功能还有一种非常强的 往主功能去的导向性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强烈的去往主的意愿 那这种强烈的导向性 可能也是它在大小调中 都是大三和弦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它的三音是一个小三度的话 它去往主的这个一极音的欲望 好像就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听起来也不再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味道 有了主有了鼠 和声是不是就有了紧张和松弛 有了流动的方向 也有了对比 有了这些 其实音乐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就满足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古典音乐中有非常多的作品 它们就是由竹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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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的 我在这里 这样说也是希望提醒同学们 和声学的好不好 不在于你认识多少复杂的和弦 会用多少奇怪的转调 而是在于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和弦 写出美好的音乐 好 最后一个主要功能 叫做下鼠 是站在一个调第四级上的三和弦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鼠的一个镜面反射 在C大调里 鼠不是往上鼠五级 抖着蜜发搜吗 那下鼠就是都往下鼠五级 所以是第四级 下鼠的名字也来自于词 德语叫做zoop dominante 后面的dominante和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加了一个zoop 是一个代表下的词头 大调里面的下鼠是大三 所以是大写s 小调里面下鼠是小三 所以是小写s 有趣的是小s经常在大调里面出现 而小调里面却极少出现大s的声音 那下鼠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呢 首先它不是主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和弦 但是呢 它又不像鼠那样有非常明显的想要去主的这个方向感 如果说鼠去主的感觉是那种往前冲往上冲的感觉 那下鼠回到主的感觉就是一种退回来的感觉 我们可以去它听一下 这两种类型的和弦链接给我们的不同感觉 也可以通过声部的行进来解释 下鼠比如法拉兜走到主 按照最近的路径排列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整体上它的声部更多是往下落了一格 而鼠比如soc right走到主 如果按照最近的路径走则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会发现更多声部是往上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往前冲或者往后退的不同感觉 刚才这两种回到主的走法也在阅里里各有命名 从鼠到主和往前走的这种叫做authentish 从下鼠到主往后退的这种类型叫做pagali 讨论完了下鼠和鼠去主的和弦链接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下鼠和鼠之间的和声连接 下鼠在走到鼠的时候 只能起到一种对鼠的更强力的推进作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例子 对比一下没有下鼠推进的鼠和有下鼠推进的鼠 是不是有了下鼠的推进 这个鼠显得更加的鼠了 而且方向感也更加明确了 所以我们在功能和声里认为从下鼠到鼠的这种行进方式 给我们的感觉是和鼠到主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前进的感觉 好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没有讨论的和弦链接就是从鼠到下鼠 可能很多和声书上面写的都是说鼠是不能够去下鼠的 而实际上鼠并不是不能去下鼠 而是说鼠去下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鼠 我们的耳朵也早就习惯了竹鼠竹鼠竹鼠之间来回来去的这种和弦链接 正是由于这种习惯会导致鼠如果去下鼠 它会造成一种非常特殊非常惊喜的感觉 我们来听一下 当然这种所谓的逆进行不一定非要这么吓人 鼠就算非常平静地走到下鼠也会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学到的所有和弦链接 首先从主出发 去哪都行 天天待在家里多难受啊 反正我是挺难受的 由于鼠有明确的想去鼠的方向感 所以导致 最常见的来回来去就是竹鼠竹鼠之间的来回来去 而下鼠由于他去鼠有一种后退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音乐中看到下鼠和鼠之间的来回来去就要少见的很多 下鼠到鼠也是一种前进推进的感觉 所以主下鼠鼠就形成了一个给人往前进的感觉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方向也是古典音乐中最主流最常用的一种和声进行方向 而在这个三角循环里面 唯一的特例是鼠走到下鼠的进行 由于鼠有非常强烈的去鼠的导向性 所以他去下鼠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效果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慎用 在结束视频之前我还有一个要讲的点 如果你希望通过这套视频来提高自己的和声水平 那么光听课是没有用的 我们需要练习 学习月底从来都不是知识点的掌握 而是反应速度的提高 所以在视频结尾我会把c大调和a小调的 所有今天讲到的和弦和他们的链接 写出来 想要练习的同学们可以在把他们弹熟背熟之后 抄到其他11组大小调上 然后再去一个个的练书 背熟 好 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讲到这 到这一步为止 所有的都还和俄国的斯波索兵系统是完全一致的 从下一讲开始 两个系统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偏差了 敬请期待 大家如果觉得这对视频有帮助的话 分享和三连是你们对up主最好的支持 这次我还打算玩一个新鲜的 就是辨认出视频中出现的音乐的同学们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 辨认出最多的同学将会获得评论置顶的豪华待遇 想找up主上司课的 请私信联系 最后祝大家练习愉快